大家好 我这一颗虎仔辣椒 前段时间给它摘完一次果之后 这段时间又长了一些果子出来 虽然说长得少了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冷 不管是什么植物 它都会生长得比较缓慢 那么我这颗虎仔辣椒 这段时间也没有给它施过肥 因为天气太冷了 施肥要减少一点 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前 给它食用了一次农家肥 我给它食用农家肥 就是这种干养分 因为这种干养分 它是经过高温杀菌杀毒的 所以在家里面盆栽的话 不担心容易得一些病重害 由于这段时间太冷了 也不打算给它追肥了 打算等到开窗再给它追肥 这段时间 只是要给它补充一点 这种植物原路就可以 因为这种植物原路 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 转换为养分 所以说没必要给它食太多的肥 因为天气太冷 它的根系不够活跃 给它食太多的肥的话 容易造成肥害 这种植物原路 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 所以说也可以达到一个 补肥的一个效果 而且使用之后 可以增强它的抗含能力 提高它的抗性 减少病重害的发生 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透了 再给它浇上就可以了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也不需要太多 那么像这种盆栽 而且是在户外养护的 能长出这种效果 还是比较满意的了 因为不像一些大盆养殖 不分春夏秋冬 都可以长很多果 所以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